我们回到节目现场 又有两位来自不同的设计公司的设计师 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建筑设计的理念 但是这一次这一集感觉是年轻组的 因为这两位设计师看起来都相当年轻 我们首先欢迎是独奖设计的王威祥设计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威祥 还有另外一位是达布流设计的刘东升设计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刘东升 是 我现在想要了解一下 就是两位设计师看起来年纪很轻 其实没有耶 没有吗 我已经要迈入四字头了 真的吗 真的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所以也是表达有方 那您呢 34 很可爱 直接告诉我 直接报年纪 可是其实也是算 你们会不会觉得 到底年轻在设计这块厂是优势 还是有的时候 因为我听过两种说法 就是有些人会觉得 年轻设计师会比较嫩 然后但是也有一种是觉得 年轻设计师是不是比较有创意 比较有活力 两种说法 我觉得技术性的东西跟年龄比较没有关系 对 因为我们做设计的产业 其实比较比的是创意 那当然这些基本的工法经验 这是在每一场的案子 我们都会去累积这个经验 是 对啊 所以因为我们做的大多 以住宅心态为主 对 所以它的出发点本来就是 以人为出发点 所以我们只要照顾好 居住这个环境的人 它的需求 其实剩下的都是 我们要发挥的空间 对 那我们那个刘设计师 其实你刚刚讲的这个问题是 一定都会有 这很温 对 然后变说 应该怎么讲 年轻有好有坏 有的人会觉得说 我们比较大胆 会感到我们尝试 对 他有的比较 印象比较古板的人 他也会 看我们如何去说服他 呈现出我们的作品 让他去参考 对 没错 其实我觉得也许 可能年轻人大胆这件事情 我觉得在年轻的业主当中 其实还蛮受欢 因为像我个人 我就会觉得 如果你可以surprise我 我也会觉得这个作品 蛮不错的 没有 其实如果我们面对 长辈的部分的话 就是要比较多的耐心 首先一定要先听 业主告诉我们什么 对 因为他会觉得他 应该懂得比我们多 所以我会先听他的意见 他的需求 抓到关键字之后 回答他的问题 这样通常你只要有 抓到他的关键字 回答到他要的问题 其实他对你的信任 已经很大一半了 哇 真的不错 所以其实我觉得 找年轻设计师 也有另外一种气象 那我们现在了解下 两位设计师 因为来自不同公司嘛 是 这个独享设计 我们的强项 跟比较常接触的业务 是什么 我们的强项是比较在住宅方面 那我的东西是比较往艺术方面去走 艺术 艺术 所谓艺术的话就是 今天我可以简单谈一些人文艺术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现在纵观 我主要分为四大类 就是可能比较日式禅风 中式质朴的古典浪漫 或者叫现代朴朴 就是大概这几个族群 我们按照它的需求 因为有些人可能觉得 我想要在一个比较有合适空间 比较木头感的东西 有的人可能比较有长辈的 他可能要一些中式温暖的感觉 那年轻人呢 也有喜欢比较浪漫 比如说比较接受欧洲文化 文艺复兴那种 比较古典浪漫的东西 那也有喜欢现代感很强烈的 他喜欢用色彩对比很强烈 或是颜色大胆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公司的业务 就是比较针对于 你要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我帮你发挥 而不是说我一意告诉你说 我的设计就是好 毕竟这个空间是 业主他要居住的 他要一直看的 所以他要喜欢 他要感觉回到家 就是我自己的空间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叫做独享设计 因为就是你专属于你自己享受的 独享 所以这两种空间感 其实在我们设计师来讲 发挥的地方很多 是 现在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您设计的作品 对不对 您可以大概简单介绍一下 像这个屏数是多少 这个屏数实际大概只有30出头 真的 对 但是因为 这都是同一个地方吗 还是好 对 同一个地方 它是同一个空间 那我主要把它的那个空间分为直向跟横向的 你就是把空间你一进去 对 就是你一进去到室内空间的时候 你会有视野开阔的感觉 可是它感觉好像每一个房间的风格主题不太一样 颜色色调不太一样 所以颜色是很单纯的 那它靠很多软件去制造它不同空间的效果 还有灯光 因为新古典的东西它其实 它的元素你不能放太多进去 放太多进去的话 当你软件进去的话它就砸掉了 没有一个主要精神 因为我刚刚甚至还有看到有一点像是 对 现在看到的这一个是 就是比较现代的空间了 这个是另外一个空间 因为这个业主他很喜欢去逛一些画廊 或是他喜欢买一些艺术品 出国的时候可以买一些小东西 所以我在这个空间里面 其实我没有帮他做太多的装饰性的东西 完全的用他喜欢的画或是艺术品 或是他去哪里买的特别的灯 帮他打造整个空间 对 让他感觉回 对 像那个墙面 我直接像艺朗一样用一个很大面的白墙 让他去直接呈现他的画 对 了解 好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达布刘设计呢 那达布刘设计所接触的强项是什么 接触的业主大部分是什么样子 我们应该几乎都是差不多住宅 也是住宅 然后建商的接待中心 也是视频屋 样评屋这一类的 对 那达布刘设计就是像刘设计师您所接触的 像刚刚我们有听到 独享设计有接触四大类型的吧 那你们接触的类型 比较多的居家装潢风格会是什么 我们算比较 算全方位的吧 我们最擅长的是沟通 因为很多业主他并不知道他自己要什么东西 那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团队 我们是在替这些业主逐梦 帮他们完成他们的梦想 因为他们有时候想要这个东西 他没有办法讲得出来 对 而且他们会一个区块一个区块 这边我想要怎么样 那边我想要怎么样 但是那加起来是不能看的 真的 对 那边说我们就要把它整合起来 规划一整套的我们的设计跟概念 然后呈现给我们业主 然后告诉他我们的理念是什么 他才真正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东西 对 你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你说 的确因为大家 人都有点贪心嘛 比如说我喜欢的元素 像我个人我喜欢波音波音的东西 我也喜欢木头的东西 我也喜欢玻璃的东西 我也喜欢玻璃的东西 帅帅的那种就是对比很强烈的颜色 比如说黑白或者是什么粉红色 也是我喜欢的颜色 那这些东西我都喜欢的话 你会怎么建议 可以把它分空间 把空间分割开来 你不可能一个空间有那么多的元素 那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你可能这个空间可以这样 这个空间可以黑白黑白 对 让每个空间去呈现不同的风格 这样子 对 我们刚刚在画面上面也有看到 就是好像是您的作品 对不对 就是我们刚刚开框的时候 有看到这个画面 这是这个 您可以大概简单介绍一下 大概是几屏的空间 它的权状是36平 36平 其实蛮差不多 实际19平 实际19平 对 现在的公社比真的好夸张 对 台湾现在几乎公社比 就快要到一半了 那我想中国大陆 其实也是几乎都是 开始是这个状况的 那在这个情况下 19平你要怎么样去做室内空间 它是几房 三房 19平还可以弄三房 对 那也很厉害 我们会把隔间墙拆掉 去省那个8公分的空间 然后再去做衣柜当隔间 然后两边交互使用 一面是衣柜使用 一面当墙 一面当使用 一面当墙 对 所以等于说 你把原本的这个 原始的房屋的构造 拆掉 然后做成 一面是柜子 一面是墙 对 哇好酷喔 所以这样子 等于就是帮 这个 他的业主 里面居住的人 争取空间 就对 其实你平树桥的话 一两公分都会去争取 而且平树桥的部分 我们大部分都会用一些镜面 镜面 对 来去做空间的延伸 这样子 看起来有视觉放大小 而且要把建商原本的门 改掉 做暗门 做暗门 才会让你的空间 做一个延伸这样子 哦 怎么样的暗门 是 就把原本建商的门拆掉 让我们做一道 一个新的门 但是是跟我们整个设计 是同一个设计的 哦 就是类似像那种 就是一体成型这样 看不出来是门 但其实它是门 是 我的确在现在房子 看到很多这样子的设计 就是 他们都喜欢隐藏式 就像人家讲说 什么系统式的厨房 所有的东西 连冰箱都不见了 其实可能这个柜子打开 还是冰箱 但是表面上看起来都一样 对 这个这样子的设计 到底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是现在因为 大都市里面寸土寸金 对 所以每一个空间 我们都要充分的利用 那在开 所以我们很多开放空间 对 那如果很多开放空间 你看到很多柜体 很多门 其实是很杂乱的 而且就颜色不一样 看过去的视野 即使它是一个开放的厨房 你可能也只看到 琉璃台 瓦斯鲁 水龙头 其他的你可能 不太能看到 因为都藏在柜体 对 对 其实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 但是这样子成本 会不会比较高呢 一定会 会比较高 所以其实如果说万一的业主 是年纪比较大一点 他会觉得 没关系 可以用就好了 你会怎么样说服他呢 一般其实不需要说服 因为在做的过程中 他如果说他看到的东西 他是觉得有价值 反正他自己会一直追加着去 对 所以其实只要看到成品 他就知道他的好了 对 我们是设计师 我们并不是做行销的人 所以我们不会去说服客户 对 那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讨论很多 这个等于新古典风格 因为这的确是 现在装潢的一种主流 但的确也还有一些 尤其是像年轻人可能喜欢 普普艺术缝 这个建议做在 或者是比较强烈的后现代缝 这个会建议做在居家上面吗 其实如果你是能接受的人 你住在居家上面没有问题 真的吗 会不会觉得回到家 冰冰冷冷硬硬 我先了解一下好了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 这两种比较前卫的 比如说后现代风格 跟这个普普艺术风 会不会 它大概有什么样的元素 其实我们带进去的 都是一种精神 比如说普普艺术里面 它可能会有一些 强烈的色彩对比 那现代 会用到哪些色彩 可能大胆的像红色 或是橘色 或是很饱和的蓝色都会使用 但是我们通常 不会是整个空间用 因为你主要 我们都会留一个 比如主要的墙面 让它去展示这些东西 因为你空间是立体的 其实你的眼睛看过去 你不会只看到一个角落 对 所以它如果在一个墙面 呈现的时候 其实你会影响到整个空间的氛围 当然 对 所以其实它的元素 像普普艺术风 也许就是鲜鲜的色彩 是 那后现代呢 后现代其实它是比较冷 而且后现代的定义有很多 因为后现代它有可能是比较 我们现在很多 用很多铁键的东西 它也有可能是很 很质朴的砖墙 对 但是可能把它漆成黑的 或白的这种很冷的东西 这会适合居家吗 可是你不要忘了一个居家当中 有很多软件 对 我们的沙发的颜色 对 怎么去挑选 或是我们的桌子 我们的椅子 怎么去配 所以在硬体的空间来说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设计师 帮你做搭配 因为我们会帮你顾到天地 币软件 你任何看到的东西 整个做一个融合 对 那我也要问一下这个刘设计师 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的 比较冷门的这些装潢的设计风格 您会建议 如果说想要做在居家上面 您会建议用什么样的搭配 可能会比较合适居家的气氛一点 普普风吗 都有 就普普风跟后线带 那个我会比较建议用在商业空间上面 商业空间 对 因为你普普风的东西 它是算蛮多的 你看到很看久眼睛会花 对 那我们现在是比较建议一些客人 做一些艺术人文的东西 对 空间会比较宽广 所以其实你反而是觉得 居家就是新古典比较合适就对 那像大陆的业主 因为其实现在这个中国大陆的朋友们 是越来越注重居家的装潢 可能过去他们也许会觉得 因为我会发现他们 在中国大陆这边的房地产交易 都是毛胚屋比较多 所以你一定势必要在自己做软妆 一定要自己在做装潢 那一般他们可能最常接受的 我们刚刚讲过的就是新古典风格 那像这种比较现代的 尤其是年轻人比较强向的 充满爆发 比如充满活力 充满有创意的 比如说普普风 或者是这个后现代前卫风格 大陆的人有接 能够 他们的业主能够接受吗 其实现在的年龄层有在下降 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去了大陆的感觉 其实在内地其实有很多的艺术 他们呈现不同的方式 那现在很多在国际舞台上 很多内地的艺术家都很有名 所以其实他们的接受度蛮宽广的 其实比较分于也是大都市 就是城乡的差异 那在一般大都市里面的话 他们接受度其实远超过我们想象的大 真的 真的 因为他们现在很喜欢新的文化 也开放接受很多新的东西 所以他们其实很想去尝试很多不同的东西 那您觉得就是 就是中国大陆的朋友们把家里的双簧设计 或者是商业空间设计 交给台湾的设计师有什么样的强项 优势或是放心吧 放心 会比较放心 还有我们台湾的木工工匠 手法是非常的细腻 跟大陆比起来 会差蛮多的 可是台湾的工匠会到大陆去 会 对 看怎么跟业主谈 你要用大陆的工 那就是另外一个价格 那我们如果台湾整批带过去 那又是另外一个价格 所以其实他们是有选择性的就对了 对 他如果希望他的东西真的做到好 做到真的 就是品质都很稳定的话 可能就是可以从台湾这边选择整批团队过去 对 其实大陆的业主还蛮舍得花钱的 当然 因为房子 少说住20年吧 对 对 一般来讲住宅 如果是自己要住 他们都蛮舍得花 当然 因为少说住20年 那你看甚至可以住到50年 所以你东西用得稳当 东西用得好 是 所以是对自己好 对 中黄就是要让自己享受 是 今天也非常谢谢两位设计师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跟我们分享一些装潢设计理念 尤其是两位设计师 年轻的创意也让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里面 听到一些不同的设计 除了新古典之外 其实现在还有很多不同的风格 尤其台湾的设计师真的在这个 不管是创意的发想 还是在这个做工的精致方面 都是 我觉得品质是有保证的 好 也非常谢谢两位 那么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还有更多的新闻重点 要告诉大家